看看新闻网 柯震东16号出现在了上海 不过这次的焦点不是肖亚轩 而是房祖明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柯震东和房祖明是好兄弟 当年柯震东去香港 贺成龙58岁生日 小房子带着柯震东到处转转 却被狗仔排到灯棒 于是成龙和林凤娇 都对儿子这个太红的朋友心有芥蒂 成龙还曾开玩笑说 请柯震东不要跟小房子来往 因为担心儿子会被带坏 不过在今年成龙大哥的 六十大售演唱会上 咱们还是看到了 情敌经营间的柯震东和房祖明 表演了重要的放礼花节目 可是对于两个小兄弟 琢磨的节目 大哥似乎还是没有很满意 我还找了有这个 有叫多少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管 整场是不是会给你破坏 没有啊 我们找我们等一下找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 我们找 于是在4月16日的活动上 柯震东依然不忘弥补这个小小的缺憾 隔空向成龙保证自己在各个方面都绝对不会带坏房祖明 不会不会 我肯定绝对不会让大哥还有娇姐 让他们担心 因为就是我会好好 我不会带坏房祖明 对 不过也不是所有红的朋友都不受大哥待见 房祖明的另一位好兄弟谢霆锋就深得成龙欢心 于是在生日大寿上谢霆锋也跟房祖明一起设计了一个礼物给大哥 一颗松露 同样是送礼物 大哥的态度就不同了 小房子还有一位女性朋友郭彩杰格外受到爸爸妈妈的欢迎 去年两个人因为拍广告和电影结缘 电影拍完之后两个人还被拍到去北京成龙常去的会所小剧 甚至为此传出过绯闻 不过就算这样郭彩杰也没有被大哥和娇姐拉黑 在2012年金马奖之后的庆功宴上 成龙大哥热情地和新生代演员们打招呼 当中还特别给郭彩杰递了一杯酒呢 而在去年电影上映时房祖明更大方透露 妈妈就是莫名地喜欢郭彩杰这一行 看来爹地和妈咪的心思也很难猜哦 我妈妈很喜欢彩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没有我妈还没有认识她之前 我没有看到广告 没有看到她的电影 之前就很喜欢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